台東主場開幕戰敗下陣來 對起立珊瑚來說 錯失這場歷史性的勝利相當可惜 不過這反倒提起了珊瑚重將的反撲意志 畢竟三連戰才打第一場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賽前三個多小時就先到球場提前備戰 在台東鄉親父老面前搬回一城 要在氣勢上先發智人 前一天比賽中 在第四局和第九局突然出現了 投手崩盤的狀況 總教練謝成勳對搶下第二場勝利有信心 畢竟打線排開夠給力 重點是投手要先hold住 再來就是習慣加油聲 relax 在自己家鄉比賽一定有那種 會有一點壓力 但是我們會把這個壓力當作一種助力 其實先發投手這邊如果真的 能夠在五局前都不要讓人家四分 或是不是大量四分的話 其實我們贏球的機會會很高 不過強勢來襲的崇越準銀 也不是省油的燈 好比說前一天五打數三安打 還外帶兩分打點 跑回兩分的四番馬多納度 是首場比賽踢館成功的關鍵 被問到第二站 他老兄說一樣是A計畫 把球看得跟西瓜一樣大 然後轟垮他們 今天你看到我嗎 沒有 今天 同樣的計劃 希望隊伍贏 看球球 嘗試贏 爆米花台東系列賽第二站即將引爆 是醞釀反攻情緒 準備給對手迎頭痛擊的後山戰將 能夠爆一箭之仇 還是崇越打線能夠繼續在台東成威 就讓我們看下去 軟體的新聞黃瑞紅蔡晴晴晴在台東的採訪報導